美中签署历史性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1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共副总理刘鹤 分别代表美方和中方签署了历史性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大约200人出席签子一事 该协议包括中方大量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 以及多项纠正中共不公平贸易的条款 美方表示,最重要的进展是该协议是完全可以强制执行的 美国代表办公室当天公布了96页的协议英文文本 共8个章节涵盖7大重点领域 包括购买美国产品、关税减免、技术转让、知识产权、金融服务 货币措施和争端解决等项目 但没有纳入北京对中企的补贴、数字贸易障碍 以及其他经济政策改革问题 体重43斤的女大学生吴花燕去世 在中共当局高调宣传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之际 体重仅43斤的贵州女大学生吴花燕去世了 年仅24岁 因为贫困,她曾经一天只吃一个馒头 还曾用糟辣椒半百米吃了五年 吴花燕四岁时母亲去世 18岁时父亲去世 只剩她和弟弟吴江龙相依为命 2019年10月,吴花燕在医院检查时 发现患有心原性水肿、肾原性水肿等多种疾病 23岁的她,即1米35身高 体重43斤 消息曝光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但因吴花燕体重不到60斤 无法接受手术 最终1月13日下午去世 随后,大陆媒体曝光 中共民政部属下机构下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设立的9958救助中心 以吴花燕名义,募捐了百万元人民币 仅转出2万给医院 但是也有最新报道指 医院连这2万都没有收到 中国大陆多省下调今年GDP目标 近来,中国大陆多个省市陆续公布了当地今年的GDP增长目标 截至1月15日 已经有15个省市公布了目标 相比去年 这些省市基本都下调了GDP增幅 除了天津之外 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都将今年的GDP目标增长率下调至6%左右 这显示大陆地方当局面对诸多灰犀牛 对今年的经济增长信心不强 有业界人士表示 大陆经济今年面临失业、债务、房地产泡沫、贸易战等诸多问题 虽然当局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但恐怕无能为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